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以大数据 人工智能 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科技 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云办公线上经营智能化制造无接触生产 互联网加数字经济的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 这就是疫情倒逼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结果 也代表了未来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发展方向 必将成为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创新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作为我们党执政新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作为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多分布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必须在发展数字经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上下更大功夫 努力成为推动我国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抬头兵 加快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刻不容缓 当今世界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已经全面融入社会生产生活 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牢牢把握当前机遇 大力推进信息通信技术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驱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加快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数字化智能化工作 早在2000年福建任职期间 就高瞻元主做出建设数字福建的重大决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时代大势 积极回应实践要求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 要实施网络强国战略 在党的十九大上 进一步提出建设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 智慧社会等战略目标 并多次就大数据 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前沿信息技术 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强调要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 做大做强数字经济 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强化基础研究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推动协同攻关 加快推进核心技术突破 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打造多种形式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平台 培育一批领军人物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是网络信息时代背景下 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重大创新 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 加快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是抢抓科技和产业革命 历史机遇的重大举措 历史表明 科技和产业革命 深刻改变着世界发展格局 谁能把握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 谁就能走在时代前列 引领未来发展 以发明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推动英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以使用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促使美国迅速赶上并超过欧洲强国 因上个世纪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应用 进一步巩固了自身地位 当前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基础性技术和前沿热点技术加快迭代演进 深度融入社会各个领域 不断迸发创新活力 信息化日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力量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球产业变革和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 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把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作为谋求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 近年来我国在5G量子通信语音识别超级计算机等前沿科技领域不断取得重大突破 正在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 移动支付共享经济在线购物机器人制造等蓬勃发展 实现了历史性的重大进步 但同时也要看到在关键核心技术信息资源共享产业支撑能力 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和不足 对此我们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加快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步伐 力争在重要领域实现跨越发展 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加快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重大部署 强调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加强数据共享 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 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数字化智能化优势凸显 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纠置物资调配居民生活保障企业复工复产等多个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中央企业充分运用数字智能技术快速发现密接人员开展疫情防控监测预警调度医疗物资生产 显著提升了防控效率 这些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有力武器不应该局限于疫情防控期间 必须坚持平战结合 既要充分总结利用信息技术有力有效防控疫情的成功经验 又要深刻反思这次疫情中暴露出的突出问题 加快补短板强弱项 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行动中的中间作用 近年来国有企业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加快推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积极参与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 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面向未来必须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建设网络基础设施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强化信息安全保障 打造骨干龙头企业 提升产业支撑能力 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 创新力 控制力 影响力 抗风险能力 努力在我国经济社会 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行动中走在前列 做出表率 着力增强新型基础设施支撑能力 以5G建设为抓手 构建高速移动安全 犯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扩大网络覆盖范围 提升网络供给能力 努力形成万物互联 人机交互天地一体的网络空间 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主导作用 加快建设骨干产业互联网 打造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的神经中枢 深入推进能源 交通 物流 制造业等基础设施 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 构建公共服务平台和产业生态圈 促进各类资源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加快形成更加适应数字经济智慧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切实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障能力 着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坚持应用牵引体系推进 紧紧牵住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 聚焦核心电子元器件 高端芯片 基础及关键应用软件的软板 加快梳理卡脖子问题清单 尽快在理论方法工具系统等方面取得突破 努力打造国际先进安全可控的技术体系 积极构建产学沿用系统 创新集群 大力推动数字化智能化产品 研发集产业化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和国产化替代步伐 为我国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奠定坚实技术基础 着力打造高水平数字经济产业链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紧密跟踪疫情后 公众认知和生活方式的新变化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尽快形成体系化布局 积极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大力推进智能制造 推动传统产业提制增效转型升级 有效应对国际分工调整 和全球产业链日益复杂的趋势 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联动 维护产业链稳定安全 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骨干龙头企业 加强各类所有制企业互利合作 推动数字产业链整合 及自主品牌推广应用 开展产业联盟建设 切实发挥产业急剧带动效应和乘数效应 促进形成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 数字经济产业体系 着力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 积极应用云大物一致链等 先进信息通信技术 增强数据采集 数据管理 数据挖掘能力 打破内部信息壁垒 全面提升数据资源 应用广度深度和共享服务水平 优化传统业务流程 提高业务运作效率 实现云云办公等数字化管理 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转型 推动企业内部管理决策链 生产制造链 客户服务链反应 更加敏捷高效精准 加快数字企业 智慧企业建设 着力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决落实党的19届四中全会部署要求 切实助推公共卫生 教育交通生活服务等领域数字化 智能化升级 加快补齐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方面 存在的突出短板 创新民生服务供给方式 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 普惠化便捷化水平 加快研发 适用于政府服务和决策的人工智能系统 探索建立大数据 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 加强国有企业特色数据 与政府大数据资源整合 支持数字政府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助力全国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和在线监管平台建设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城市大脑工程 不断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全面提升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和水平 努力形成共同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良好格局 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形成合力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努力形成全国一盘棋 积极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智能化 升级各项工作 落地见效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增效负能 强化党的领导 坚持党中央对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的全面领导 完善数字化智能化 升级各相关领域工作机制 加强企业党的建设 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 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 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 切实增强运用数据 推进工作的本领 使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在各项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加强数字人才队伍建设 扩大人才规模 提高专业素质 为我国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强化战略引领 在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顶层设计 研究制定总体行动计划 纳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 结合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建设 编制并推进十四五时期基础平台建设 核心应用开发 关键技术公关 智能制造 网络安全保障 居民融合发展等专项规划 及有关重大项目 组织有关专家开展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前瞻性战略性问题研究 及时为有关重大决策政策实施提供咨询 强化政策支持 着眼经济社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大局 积极扶持相关产业发展 清理制约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 充分发挥政府相关政策引导作用 鼓励支持全社会围绕重点领域加大投入 对领军企业和重大项目 从财税优惠 资金补贴 人才引入等方面 强化政策支持力度 精准服务企业发展需求 加快完善数字经济市场体系 创新监管方式 实时包容审慎监管 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充分激发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强化协调联动 加强国家有关部门协调配合 建立工作沟通机制 定期研究我国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明确职责分工 统筹推进工作 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推动建立信息共享 处理反馈的有效渠道 促进跨部门跨区域系统对接 形成有效联动 共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和工作机制 强化法律保障 针对我国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中 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 及时完善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加快出台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着力平衡好技术创新与风险 网络开放与安全 数据挖掘与隐私保护 数据垄断与竞争之间的关系 努力构建有利于数字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的法律环境 坚决查处数据滥用 数据泄露等违法行为 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坚守法律伦理底线 营造数字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 作者西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